作为全印尼各级医院的 最高行政官员 卫生部长布迪 二度拜访此级医院 除了了解医院运作 一年多来的实际情况 还要看看即将启用的 骨髓干细胞移植病房 这件事不可能 其实我说不是医疑 因为它很重要 在印尼,以往血癌患者只能到临近国家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就医 不过下半年,印尼茨基医院启用骨髓干细胞移植病房后 血液患者的治疗将省下大笔经费 印尼茨基医院的创新技术和设备除了卫生部长关注 国防部长也感兴趣,期待能有更进一步的合作 刺激医疗更上一层楼,服务范围更扩大,守护更多患者健康 带新闻菲恩泽发加尔印尼发导